好,我们今天接线上一位新北的刘小姐,刘小姐请说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是想说,那个陈菊啊,拜托你有肩膀,有丹丹一点 那不要什么事情都怪东怪西,然后一推二百五 你怪经济部,怪这个,怪那个 那你干脆怪那个美国总统欧巴马,怪上帝,怪耶稣算啦 对不对,还怪佛祖咧,对不对 好,我们谢谢刘小姐的信件 谢谢您,不过我们现在持续来关注的是台中市长的选情的部分 这是媒体的一个最新民调,平面媒体的一个最新民调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台中市长选情的部分,支持度的部分 可以看到,胡志强27.4%,林佳龙37.5% 那么看好度的部分呢,林佳龙也是领先胡志强 大约有十个百分点 其实一直民调以来,林佳龙似乎都是在领先胡志强的 也因此呢,先前呢,这个民进党有说啊,蔡英文说 台中不能输啊,如果输了其实就不代表赢 可是现在他又加码说,林佳龙不会输 他有什么样的信心,什么样的筹码 这么的有把握呢 我非常简单的说,首先回应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 说民进党容易怪,我觉得其实任何人都不要怪了 就是怪自己就好了 可是事实上比起这个卫福部长说还要怪媒体报道太多 食安问题这样子这样,媒体报道太多 你说这像话吗 第二个,大家讲纳利丰灾 纳利丰灾,马云九有没有责任?有啊 为什么?因为在搜狗,太平洋搜狗的地下室施工的过程里面 把那墙打掉了,结果用一个木板隔起来 结果水都从那边流到捷运那边去 从整个捷运灌满 那施工的有责任,捷运的施工有责任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不要完全这么说 讲那么斩钉截铁 最后一个说横向不足 刚刚有一位听友说,观众朋友说横向不足 所以要交出政权 横向联系不足,要交出政权 请问这次卫生署 卫福部实药署署长说 这事情,这个 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还是绿灯的,实案是绿灯的 我们的环保署长没有办法掌握 然后废友的流向 这个数量,然后跑去国外36天 花了200多万,请问横向联系 够吗?要不要交出政权 林佳龙,我觉得其实 这一点绝对是警政单位要负责 不管是台中或台北 什么,哪一点 地下赌盘已经开出来 林佳龙大赢 我觉得其实用赌盘来影响选举 是非常low的 过去尤其在五五波的时候 用赌盘说 因为赌盘开一方说 你下那一方我就赔很多 那故意要这样子 那就有些人赌徒 就因为要自己赢 就努力去替人家拉票 那这样子是很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去赶快去 趁这个时候大扫 还可以赶快去把赌盘扫一扫 可是我要问为什么蔡英文那么有自信呢? 对,我觉得其实蔡英文 其实有自信是要选举的人 选举的人不能有悲观的权利 但是不能有臭屁的权利 因为你如果说太 就要信心满满 但是不要轻忽对手 因为 我请大家看 胡志强真的急了 你看 附政事务所可以摆胡志强的政绩 报纸 他是报纸 不是海报 就是过去他在报纸买个广告 登个说我们台中市政府做成绩很好 把这个报纸多加印好几万份 放在附政事务所 这个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为什么这样 过去胡志强不是为了说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就靠着他的这个系统 发简讯给所有的选民 说台中市的负债比很低 不是被骂他臭头 我觉得胡志强 胡志强奉劝君子封路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那至于民进党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建议说 还是在台中办党庆比较好 好的 我们会持续关注 因为在这个民调的部分 不管是看好度或支持度 未决定的 像看好度的部分 未决定的有四成多 那么支持度的部分 未决定的有三成多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整个还没有到投票的结果 没有人敢说 林佳龙不会输 一定赢 那么胡志强的部分 如何逆转胜 休息一下马上关心